從前從前,話說有個漁夫要去跑船,半年才會回來 臨走前老婆就跟他說 老公,你出門在外這麼久,有需要的話可以找人幫你解決 曬起 甘金勒,那老婆也太大方了吧,Poco 沒錯,那個漁夫聽到之後非常感動 所以也對老婆說 親愛的,如果你也有需要的話,你也能找人解決 但是我們約定,每做一次就要放一粒米到玻璃瓶中 甘金勒 人家是瓶中姓,他們是瓶中姓啊,Poco 哇哈哈,你真是幽默耶 後來,半年之後那個漁夫回來了 一進門看到老婆,就拿出他自己的玻璃瓶 驕傲的對老婆說 老婆你看,我只放了兩粒米耶,甘金勒 蛤,身為一個女兒子,出門在外竟然這麼沒有洞頭喔,Poco 你以為人家都跟你一樣心從從腦喔 後來,那漁夫就叫他老婆拿出他的瓶子 只見他面有男色的拿了出來 居然一粒米也沒有咧,甘金勒 怎麼可能,世風日下,真的要辦個證監牌給他老婆囉,Poco 說時遲那時快,他將女優端了一盤炒飯來 說,小奶奶,家你的米缸沒米啦 所以我把你那瓶子裡面的米都拿來炒啦 這個就是炒飯的由來,篩取